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产品通过国际组织的网上办公和各国家检验的产品双方互相认证后签订合约 按照国际法规对净出口绿色技术产品实行净出口最惠国待遇 同时根据RTA和海牙认证公约等国际法规实践绿色技术商品 目前强制实行绿色技术商品的国家有中国和韩国 韩国低碳绿色增长法规定绿色实践是韩国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国民的义务 所以在进出口绿色技术商品时实行最惠国待遇 可持续地促进各国家经济发展和为拉动就业做贡献 参加本协议的各国家和机关以及地方政府企业 要遵守ICC国际法 中国本国法律以及韩国的法律 遵守代替全国人民强制履行绿色义务的MGO WTCA宪法 中国国际机构世界绿色气候机构 与下的80个国际机构为了保存地球和宇宙世界的有无机体 整合这个时代前后的微量子科学 无线能源空气发电机能科学技术 在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所有机构 WIPO注册的或者是得到分类代码的绿色技术商品 在各国家注册登录过绿色技术发明等 利用这些绿色技术 无线能源 发动机等生产的绿色技术商品 和一二三阶段专利绿色技术商品 供给给地球以及宇宙 并且对绿色生活和人类生存所需要的 衣食造型绿色技术商品进行开发和使用 解决使用化石燃料给地球带来的污染危机 和能源空解的危机 国际机构世界绿色气候机构就绿色商品的实践 和绿色产品供给步骤和过程 一 绿色技术商品的发掘 不断发掘从中国政府 韩国政府所认证的绿色技术企业 和其所生产的产品 推荐为国际机构世界绿色气候机构绿色检验认证的产品 包括农处产品和水产品 二 绿色技术产品的验证和认证 经中国政府或韩国政府认证的绿色技术商品中 将最好的商品推荐给国际机构世界绿色气候机构 绿色认证的情况下 可以减少对商品绿色认证的程序 对于这个商品双方都给予认证 并且中国以及各国家地方政府 代行国际机构世界绿色气候机构绿色检验的业务 就此内容双方进行协议 三 设立绿色技术商品交易所 为了实际交易绿色技术商品 在中国和各国家 通过政府的协助设立一定规模的绿色技术商品交易所 进行商品交易以及教育 论坛 观光等 促进绿色技术商品实践团体或者企业进行交流 为了发展和推荐绿色商品进行交易的结构形态 为了全世界交易绿色技术商品在各领域设立SPC 通过设立这种供企达到实现公益的目的 五 进出口业务协议 对国际机构世界绿色气候机构绿色认证产品互相认可 进行进出口活动 六 共享绿色文化修行观光和绿色技术体验观光 包括医疗观光 通过文化修行文化遗产观光资源 进行高级主题观光 以及通过绿色技术体验观光 来共享绿色技术商品实践的经验 通过绿色技术体验 主题观光 医疗观光 文化休闲观光等激活地域经济 七 强制履行绿色衣物的国家 韩国 和把绿色政策列为中国五大政策之中的中国 就绿色技术的实践开展论坛 互相协助 关于绿色技术商品的绿色论坛 各国家领导人和中国三个省省长 和绿色技术实践相关的国际组织 学术团体 技术企业参与论坛事宜进行协助 关于韩国18个地方政府 和中国低碳产业投资中心 以及国际组织参与论坛事宜 地方政府和国际机构 世界绿色气候机构进行战略合作 如果参与论坛 参与协议要通过国际机构 世界绿色气候机构来进行 对于这一点进行协助 国际机构 世界绿色气候机构 关于各国家提高就业 任用人才的内容 提高清明就业 公共职业和专职 以及技术相关的知识产权者进行参与 给12本部代表和72支援本部代表部的代表 常任理事 检查 议长 委员 行政官的协助邀请 对于我们国际机构 世界绿色产品网上的业务 向国家 地方政府 企业 以及国民们传达网络 相关业务协助请求的业务 首先 国际机构 世界绿色气候机构 是旅行实践绿色技术商品的国际组织 我们国际机构是为了实践使用绿色技术商品 在各国家提供就业岗位 可以帮助国家清明就业和提高就业率 网络线上领域的各本部的业务是 如下 设计 国家设计相关的机关进行合作 为了注册我们国际机构 线上绿色商品 设计部门通过竞争后筛选 设计后进行注册 认证 对于政府机关 验证的绿色企业商品 由企业或团体 推荐研究生或者是博士生的办法 来进行业务认证 检验 是通过和政府检验机关合作的方式 适用于国家检验机关的手续费用 线上业务如下 对于需要在线上办公注册的绿色商品 1.绿色认证 2.绿色基础商品设计 3.GCM 4.绿色认证标识 一旦从线上销售起 工厂 关税厅保税仓库 通关的情况 对线上登录信息 设计 商品标识的确认工作 5.用于绿卡制度 6.将商品上传到线上 7.贸易代表度购入以及销售 认证系统机能体制都是统一的 各国家操作流程统一 对于SPCAPC的知识产权 在每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创造就业机会 由知识产权的成本操作 对于业务进行的指导 由各代表部教育支援统一进行 在各国家地区和企业实行人才的等用 和能够提高就业率的人才 一起进行业务 通过国际机构 世界绿色系统机构认证的绿色产品 通过线上 以各国家地匹的方式 进行物流和消费者购买的方式 对于知识产权 可以得到很高的评价 好的企业 好的绿色产品 接受感性评价的话 全世界放心交易的产品 经过认证实现公共利益 就是我们机构的目标 和其他产品不同的一点是 我们的机构只交易正版的绿色产品 我们的系统就是这样的结构 因为从关税运运出去的屏幕 从网上对国际机构注册产品 进行确认 从购买申请开始到通关为止 只有在网上得到确认才能通关 认证体系不只是只有企业认证 和产品认证那么简单 对出口的产品 每个都有都可以在网上得到确认 从头负责到尾 对于生产者的产品 由来的GCF认证 设计 网上商品展示 通关时确认绿色认证 消费者可以通过网页 直接对商品进行确认 被证明的商品 从设计到质量 都是商品 才能上产到国际机构 世界绿色气候机构 商品的由来 生产者的人生理念 到流通都可以得到确认 高信价评价 高就业率都可以转化为收益 对国家发展有很大的助力 以上就是国际机构 世界绿色气候机构的说明介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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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